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赞给力 我是阿格力 今天要帮你再次升级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美国经济的复苏非常强劲 在这一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探讨美国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重要呢 大家知道美国有这个基础建设嘛 那美国人现在的钱全世界都想要赚 尤其台湾人也很想赚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经济的状况 在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这个复苏非常强劲 那复苏强劲当然就是要看就业市场 我们来看一下很关键非农就业的这个指数 非农就业指数这一期是85万人 原本预期是69.5万 所以这算是非常强劲的一个数字 算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再看到除了这个就业的状况 非农不错以外 平均每小时的薪资年增率是3.6% 大家的薪水真的有提高了 所以随着非农就业的人口提高 大家的薪水不错 那对于消费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反应嘛 毕竟美国也即将要解封了 那大家手上又有钱 我想这对于整个经济是很好状况 那也由于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么多好的一个经济数据呢 国际货币基金呢 INF就有上修了美国经济成长率到7% 里面提到美国的就业计划 就是以基础建设为主的 跟美国家庭计划 这两个计划会让美国 不是只有这个 美国经济成长率经典数字好看 是连2022年到2024年这三年 GDP也会增加5.2% 你要知道美国是一个多大经济体 GDP成长率5.2%也相当的不错 那2022的成长率也从4月原本预期说 明年可能经济成长3.5% 现在的是提高到10.9% 所以可以显然感受到 这个经济的复苏 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还要强劲 都还要来得快 可是经济的复苏也会伴随着一些通膨 那我们之前节目有跟大家提过 适当的一个通膨 不要是恶性通膨 其实对整个经济环境是好的 我们看到最新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简称叫PCE这个物价指数 这5月的年增也到了3.9% 所以从这么多数据看起来 美国真的是相当好 不过随着经济的复苏 升息或缩表这些梗 其实也一直影响了股市 不过现在股市看起来 大家还是带着钢盔向前 在我们录影的今天是这个礼拜二 那台股最高也占上1万8 那后续该怎么看 也会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 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古怪教授 谢陈彦 大家好 奥格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腰鼓大师 明章 主持人好 同位同志们大家好 好一开始先请教教授 因为总经的问题一定是要问教授 我们看到美国这个非农就业的数字 非常非常的好看 所以在各个经济数据 不管是GDP成长啊 或者是这个就业状况这么好的情况下 FED的动作会不会加快 我想这也是大家担忧一个问题 那我们有没有观察到 有一些大户可能有偷跑这样的现象 其实也不一定总经啊 就除了腰鼓以外大概都给我们 对对对对对 实际上大家会担心说大户会不会偷偷烙跑 那如果大户烙跑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就不叫烙跑了 那就明着就是开始走了 对 基本上我觉得当然现在我们不否论一件事情 就是股市过热 对对 很多人都提出股市泡沫的警讯 我自己也有跟大家分享 我说其实是有泡沫 但是如果我们有喝过啤酒 我们在倒那个啤酒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它那个表面张力 其实你不要倒太快 你就是慢慢倒 那个表面它不会马上溢出来 泡沫不会马上消失 对 你只要慢慢倒它还是会一直在那里 然后你就倒很久 它那泡沫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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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抓狂啊它还在 所以重点在这里就是说 实际上你看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S&P500 如果大家觉得说 哎呀股市泡沫啊什么要这样洗 然后跌了嘛对不对 吓死了嘛 对不对就跑了嘛 结果 这个红K不算 就这十根啊 有九根是算红 就是上涨他们是绿色的 就是我们的红K啦 那如果大户在跑 那接棒的那些人 是可能比大户厉害 就被超级大户接的 那是不是对 就大户跑了 然后那个超级大户说 那些就叫大户 那我们算什么 对不对 这股市就一直往上推了 当然我觉得看整体的一个市场 比如说刚刚阿克力讲到什么 缩表啦升息这件事情 我跟各位讲这些事都会做 但再怎么快也是明年的 缩表也是明年年初的事情 可是现在我怎么看我都想说 现在不是才七月 你现在给我再安排明年过年 大家居高思维 要去哪里吃饭是怎样 去那边订餐厅是怎样 其实我觉得就投资的节奏来讲 有点早啦 有点早 所以为什么你看 这里订完以后 我们要订过年的餐厅 然后订完以后想一想 现在才七月 就把它取消了 所以实际上股市就 连续的上涨 这是日线就 往上创新高 重点在基本面的部分 你看这次非农6月份的 这次的这个非农6月份的一个情况 也不错啊 你看新增了85万人 而且这个非农增加的力 就业人口的力道是持续的在 在强化当中 在强化当中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 而且当然最近啊 我觉得 就是说大家可能会 也在想说资金开始有回流美国的迹象 我跟各位解释 两种情况资金回流美国 第一种是 美股相对比较强 亚洲市场 其他市场相对比较弱 自然而然 美元会比较强 还有一个你就是大家担心 大家在讲升息啊什么 那所以很多人把它解读为说 现在这个美元的回流 因为我们从期货的 这个你看从进空 东单变金多单 最近金多单又加强的角度来看 确实美元有回流 可是是因为 可能会有金融风暴 可能需要避险吗 我觉得 以目前来看倒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比较整齐的是 亚洲货币数字变大是贬值 然后这个英镑欧元 数字变小也是贬值 所以相对来讲美元 在对应其他货币都是弱的 那如果是避险好了 那黄金应该也要涨 可是我们看到黄金的这个部位是 进多单是下滑而且还蛮快的 可见大家对黄金没有兴趣 那你如果要避险你怎么会对黄金没有兴趣 对哦 所以很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呼应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一张 是不是美股的表现相对新市场能就维持强势 而且因为有基本面的关系 所以连欧元也是大幅度的修正 那这一段时期我觉得很明显就是说 如果你去看产业的表现 它的表现是很明显 像这里面这一排通通都是 能源炭坎 石油天然气设备炭坎等等 我都帮你关键字圈起来 也不用仔细去看那个字啊就是说探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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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能源类的 就是要发展的意思了嘛 你看 这是一周的股价哦 涨幅都蛮精人的 很多都超过400升 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没有办法 每一个的K线图都给各位看对不对 所以我给各位看一张这个叫SO醬 我每次说SO醬 就吃面的时候加一点哦那个味道很好 不错不错香香香 SO醬的就SOP啦 SOP 这里面最主要占了68.49将近七成 是不是就是探勘 探勘就是最最前面的嘛 对就是最前面我要去挖石油干嘛 如果油价的需求不高 我挖石油干嘛 对挖心酸 如果未来景气不会上扬我挖石油干嘛 所以都是预计未来能源的需求应该会持续的增温 对才会去开采 那你看哦 这个表现 从2014年你看一路跌跌跌跌跌走太久了空头了吧 可是最近你看 上来 突破下降趋势线 他为什么跟油价不是 直接 正相关 因為如果我是這個銷售油品的 當然像台塑好了 我油價漲我當然直接受惠 可是探勘的不一定 你要看他整個探勘產業的情況 所以很明顯的他已經 突破這個下降趨勢線了 我要講的就是說 那所以這整個景氣應該是要 真的開始要向上 景氣如果是正向循環 股市漲多了會修正 但是那個修正往往不是崩盤 進場的一個機會 那我再提供一個證據 現在當然台股不論是航運還是鋼鐵都很熱 那如果這只是台灣本土的一個現象 我們不免會有點擔憂 因為那就是我們自己炒作 自嗨 那你說你去夜店跳舞 你自己嗨的很爽沒有用 你要DJ全部的人都嗨 這個氣氛才好 但你看喔 這個一樣喔 鋼鐵相關的類股 包括礦產啊什麼的 其實過去一週的股價的表現也不錯 而且呢 實際上 當然我沒有辦法每一張看K線 所以我一樣看ETF 這個裡面一樣 超過48% 是鋼鐵喔 跟鋼鐵有關 阿格力你看喔 他早就已經突破下降趨勢線 所以他鋼鐵是更早發動的 所以這陣子鋼鐵漲其實跟這個圖 看起來有關係 這個叫SME 這一檔ETF叫SME 所以你會發現說 如果原物料早就動了 然後 上油炭灘 就是原料石油天然氣 上油的炭灘 也跟著動起來 其實我覺得即便 大戶有做資金的轉移 我們也不會太過擔心 因為 從這個地方我們所看到的是 景氣正式的發動 那股市在高檔 這個我真的跟各位講 我沒辦法否認 股市有沒有泡沫化的疑慮 也有 我也不會否認 但是在這過程中 我想問的是說 你覺得這一個ETF 有泡沫的疑慮嗎 這個是原物料SME 就是我不知道我們對泡沫的定義是什麼 當然就股價一路創新高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沒有嘛 那這一個呢 有泡沫的疑慮嗎 來看一下 有泡沫已經破很久的疑慮 應該是那個上面的泡泡都變 都不見了 對不對 我們要重新再倒 所以應該講說 接下來應該看到的會是 資金的挪移 而不是撤離 所以教授呢 也從產業上給我們很好的一個觀點 就雖然股市在一整個高檔 但是也不代表說高檔全部的公司 都會在泡沫爆炸的時候受傷 有一些還是會相對受惠 例如說我們像最近 這幾個月看到這個 航運為什麼那麼強 跟教授講的 這個數據其實也是有關的 閃中到底在講什麼 BDI到底在講什麼 就跟這個景氣的回問有很大關係 所以這種以產業為主題的ETF 你也覺得教授提出來非常好 就是大家可以拿這個來追蹤 特定的產業 會有比較清楚輪廓的一個思維 而不是局限在個股 好那剛剛講完了這個 油氣的這個開採 以及這個礦業的這個ETF 都往上一個情況 就讓人家想到散裝航運 那最近的航運 不管你是貨櫃還是散裝 漲得一塌糊塗以外 外印效應也非常明顯 像最近東檢 東檢他是做 這個跟肥樂有關的 他自己有船對 那大家知道他有船 就馬上上漲了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像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市值 市值也持有2.99萬張的萬海 長榮鋼跟榮運 也分別持有3.8萬張 跟2.5萬張的長榮 所以股價也都跟著被帶動 那最近又有一檔 大家都一直在找 那誰手上有很多的船票 這一家就是這個大連大 因為大連大在去年 二十幾塊的時候 他為了讓他的這個貨品的出口 能夠比較順利 所以他入主了台華投共 那大家知道嘛 台華投共從去年的24塊 漲到現在7月2號的收盤價 來計算是307元 所以這個台華投共股價的上漲 對大連大的挹注 近漲超過20億元 也因此當這個謝金河董事長 提到大連大有很多台華的時候 大連大股票也漲停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是跟大家講 現在在台股裡面 航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 這大家都知道 所以接下來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問題就是 那什麼時候會反轉 或者是現在我正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時機點 相信這是大家所關心的 那在漲這麼高的個股的機器之下 就只有腰谷大師能幫我們解惑這個問題 所以來請教一下敏章 這個散裝航運 或者是其他航運這些類股 我們現在該怎麼看待 其實航運股 我先問大家一個簡單的邏輯就好了 我們都知道航運股長很多 而且非常誇張 我們如果把航運股 這個族群 隨便你挑一檔 萬海啊 陽明啊 長榮你隨便挑一檔 你把它越K線拉出來看 你就覺得很奇怪 航運股在過去20年來 萬海 把2020年跟2021年去掉 前面的19年 最多38塊 最多38塊 最多 過去 對 前面的19年 最多38塊 現在38是他最多一天的漲幅而已 對 對 以前最多38塊 然後 長榮陽明 差不多 就這個數字 那以前 唯一航運股會漲的叫散裝 因為遠未來的行情 他就缺嘛 他就漲 每年 像之前以前中航 也100多塊過啊 台航也是啊 所以以前我們認識的 航運股是 散裝 還不錯 偶爾會來一大段 那貨櫃呢 看了沒有會看 你看都不講看 因為他一直漲 你怎麼去看 對 20年都漲這樣喔 可是問大家這一波 你沒有航運股 你在台北股市 就沒有 沒有 餐餘感 今天萬倍啊 1萬8千點 你沒有航運股 你會覺得 創新高 我都不敢 對 因為很多人現在股票還沒回到前面 對啊 就像你去年沒有台積電 創新高 我都不敢 一樣的意思 你現在沒有萬喊 沒有陽明 沒有長榮 太貴買不起 你沒有新興 沒有域名 沒有會陽 你就沒有餐餘感 這就是航運股喔 那到底會不會這樣 是 準備跳船下船 還是 準備回頭 我再來繼續加碼船票 來聊個見識 我覺得喔 我們取一檔股票來做例子就好了 這一檔股票叫萬海 我不知道各位從頭 你有沒有 也許你有 但是你把它當作一個 它畢竟是現在的高價股 你把它當作一個參考範例 從短線的K線來看 這是有點像做頭對不對 你自己看我 我自己看我覺得有點像做頭 連續黑K這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最近新聞出來喔 這個萬海喔 五月營收比四月好 但五月的獲利比四月差 馬上啪啪就下去了 連續兩根 可是回頭想想 這件事是短期現象 還是長期現象的 這是我們今天探討的問題 到底這一件事 你看喔 萬海其實人家估今年 大概已經賺三十塊以上了 所以它其實才十倍多一點而已 它本位比沒有很高喔 你不要覺得萬海漲很多 本位比很高 沒有喔 它現在其實在反映 明年 2022年 整個航運 到底會不會繼續缺船嗎 到底會不會還要 運價還會維持高漲 甚至還會上漲嗎 如果這件事是試的話 那你就繼續補船票吧 因為還沒漲完 好 我們來討論這件事就好 因為 航運就是股票就是這樣子 股票永遠不會漲過去 只漲未來 未來比現在更好 它今年賺三十塊 那我明年四十塊 那當然會漲 來 我們聊一件事就好 今年的下半年 是全球 我跟你講 可能歷史有史以來 所有的零售業賣到爆的一天 因為去年疫情喔 你看這個數字很有趣喔 大家查一下喔 美國零售業的庫存跟銷貨比 淨雄來講喔 1.3 1.4 了不起1.5 2020年去年疫情剛來的時候 你看這個圖形非常奇特 先噴出 就是庫存跟銷貨比 怎麼拉那麼高 然後庫存多了 疫情剛來大家突然害怕了 丟起來你知道嗎 都在家裡啦 都在家裡啊 你整個 你能補什麼 因為怎麼突然 你看這個 過去一年的現行 跟過去十年長得完全不一樣 非常畸形 突然集結下錯 來到這邊 這是歷史第一點 從來沒有過的1.1 什麼意思 我要賣零售 我們從最終端的零售 我走上走到有貨吧 我現在庫存是1.1 我的銷售是1耶 這幾乎打平耶 我所有的庫存 進來 我快就賣掉了 庫存進來賣掉了 這代表什麼 整個全球市場喔 對於傳播的運輸 會來到一個非常極致的狀態 最新的消息喔 像美國現在我準備年底那個感恩節啊 全美最大的銷售旺季隊 我老婆要去排隊了 整個每年都跟我講 黑食物來了 不要理我 特價特價 去年也都跟我講 黑食物都不要理我 重點在這兒 這個貨不會是 那個時候才開始賣嗎 前面會有拉貨嗎 不然我貨去哪裡來的 對 那這個貨要拉很多 是用船運啊 我不可能每樣東西都空運 空運貴死了 用船運 Amazon啦 這種大公司啦 我說我們像那個 Walmart這種 它大型的公司 他們不是說一個貨櫃一個貨櫃 一條船 整艘都我的 價格自己開 我全包了 我就怕賣 我就怕我的貨送不出去而已 叫包船 那我問大家 你覺得航運股 有這種現象說漲得完嗎 那我們再看一件事就好 這個是貨櫃的部分 又創新高了 前幾天的報價 上海的報價又創新高 但這件事 如果說 那會不會只有 今年下半年好 明年會不會更好 來 問問大家一個問題就好 最近一個新聞 叫IMO 國際海事組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他們講了一件事 在上個月6、17號的時候 在歐洲開了一個會 最終決議 關於這個碳的排放 還是維持原意 每年減2%就好 傳播的碳排放 從2023年開始 一年減少2%就好 不然其實把它歐麻加碼 對 2%很多嗎 不然碳排放少2%多少 大家想說 2%目前來看 這些船要減速20% 減速20% 對 那塞港什麼運速會更嚴重 不是減28很嚴重 我已經都賣富錢 叫我減速 買新船 那舊的不好 買新的 那個自船公司已經貼出來了 都已經公告了 要下單 2025年再來找我 慘了滿載的 我已經沒位子了 那我問你 這一些缺船的問題 今年不會改變 明年搞不好更嚴重 所以整個航運股 從很多的產業基本面來看 如果你有興趣敢補船票的 你還有一大段的機會 給大家參考 對 最近阿格利也有觀察到 像今天萬海台華 或者是玉米 不同的這個航運族群 都好像有做頭 有 K線看起來有做頭 對 但是整個產業面上看 還是相當的不錯的 所以也提供給大家 做一個參考 那允章剛剛跟大家講的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一塊 我們要預期一個東西 會不會翻轉 你不能說你高了 你就一定要掉下來 沒有一定 對 你要看讓他高的那個理由 有沒有消失 那今年為什麼這個運價會這麼高 除了我們知道塞港補庫存以外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供給跟需求 彼此有一個失衡 在2008年那時候 全世界景氣還沒發生金融海嘯之前 每個造船公司都拼命的造船 對啊沒錯那時候也是啊 所以呢 遇到景氣翻轉的時候 剛好新船加進來 需求又減少 所以才看到 這個航運類股啊 沉疾了十幾年 那現在呢 我想 這個議題 會比過去相對安全 因為我自己看到 也看到這個書 跟大家分享 像世界第一代航商 這個馬斯基 馬斯基他就沒有要造新船了 因為他2008年的時候 看到景氣隆景大航 他造了一堆船 剛好遇到金融海嘯 已經趴在地上 好險有活下來 所以這一次呢 他們寧願 大家就穩穩賺 不要那麼積極的去造船 也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那講到這個航運 剛剛明章跟大家講 貨櫃行的情況 接下來跟大家講 就是散裝航運啊 那散裝航運 我最近有教過大家看BDI 波羅的海這個指數 最近在討論版 如果看到人家 在那個萬海還是長榮版 說BDI下跌 我想說 拜託的就是散裝堆移能 所以呢 如果你是喜歡貨櫃的 就看一下這個 明章剛剛給大家看的 SCFI 上海集中箱的這個貨櫃指數 好 那波羅的海指數 在2019年 阿格力幫大家統計囉 平均是1353 那去年呢 一整年是1066 今年上半年是大概在2200 那你知道這個指數 現在上漲多少嗎 就我們剛剛講的嘛 2019才1300多點 那2020才1066點 現在這個位階非常非常高 我們看到散裝的日租金啊 已經到了3萬美元 這麼高的情況 不管是哪一種型 包含海峽型 這個如果指數就是BCI 比較大台的 那巴拿馬BPI 以及這個氫變型BHI 其實日租金都非常的一個驚人 因此呢 遇到這個7月鐵礦砂出貨的這個 散裝行業應該怎麼看 會不會是短線的題材 還是它其實是有長線的爆發力 就請教授來幫我們解析 因為教授很早以前 就跟我們講 會養這檔公司了 對 實際上 基本上 現階段如果 貨櫃啊 不旺 散裝就不旺 兩個要一起看 對 所以我們只要持續的 因為現在已經有人 在散裝上面裝貨櫃 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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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 那我覺得說 一年悶在 因為歐美 大家別忘了是悶了一年 我們兩個月而已 我們 我現在看lers目 想要選 呃 對不對 就那種 躁鬱症 整個就出來 你趕 trif 關了一年 對於家人的饱念 對於這種節慶 對於這種 送禮 就歐美 他們其實非常重視聖誕節 以前我看美國電影是這樣 那個要聖誕節前 所有人擠在那個 那個百貨公司那個門 SIRS的大門 然後再等開門 然後擠到門一開 碰啊衝進去 還以為在講搶頭箱咧 很像那種氛圍對不對 然後還有叮叮噹叮叮噹那個氛圍 去年這種音樂聽了是不是 倍感淒涼 對不對 可是今年 現在都不用戴口罩啊 連英國首相強森就說不用戴口罩 大家都不用戴口罩 我們也不限制你人流 所以這一次的 這個為什麼大型的零售商很緊張 因為他怕沒東西賣啊 那我又不能像以前 我九月再來跟你訂貨 所以現在零售商怎麼辦 直接包船嘛 要不要說你有多少櫃 說不是 你有幾艘船 你船來 貴 籠包 寧願犧牲一點利潤也不要 賺不到現在直接包了 現在流行包養的概念了對不對 船直接包起來 而且不是一家 你去看大型的像Honty Park這些 那些窩罵通通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講說 其實 散裝 跟貨櫃 過去的差異 是在報價的方式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的商品 走散裝也行 我為什麼一定要走貨櫃 東西能送到 那甚至就是說 如果我的散裝卻死 也可以跑貨櫃 貼上去 那有何不可 偷放幾個 對不對 增加利潤 所以 如果 這個 貨櫃持續強勁 我覺得對散裝 確實也會是有利 而且我們要去想一件事情 散裝航運 散裝航運 我們一直認為 他是跟景氣聯動的 當然跟景氣聯動的背後 散裝跟貨櫃稍微有一點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散裝是原物料為主 對不對 農產品啊 還有這個肥料啊 等等 對不對 基礎建設相關的 那到底這個應該是在景氣的前面還後面 對喔 這個是很重要 對不對 那我貨櫃載的是什麼 電子產品啊 或者是鋼材啊 什麼這些嘛 對不對 那 這些東西是在 景氣的前面還後面 照道理 應該貨櫃載的是在後面 對後面 然後散裝的是在前面 可是這次後面的先暴漲 然後前面的 欸 才跟著發現 奇怪 以前不是都我們 敗在頭前 就剛剛敏章講到嘛 以前貨櫃不太動的 最近都叫他們 是不是他們差對呢 那想起來你就會 知道說 那如果這樣 代表的還是真的景氣在動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是不是散裝還是要上來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過去幾年 貨櫃的船沒有做 散裝當然也是一樣 船 航運業大家的 景氣的 所面對的景氣的問題 其實是差不多的 2010年所有 很多船公司倒閉 為什麼 因為 訂船的那家人不來履約嘛 因為他們 因為09年 散裝航運指數 暴跌啊 暴跌以後啊 然後那個船還在做 還在做嘛 然後就想說看 2010年那個指數能不能上來 沒有上來 直接都 單子都棄掉 對不對 然後船公司倒了 然後銀行把那個船拖到碼頭 就像我們車子有沒有 貸款講不出來 銀行把我們車子拖回去 你就看那個銀行把那個 船拖到碼頭 然後 這 這一艘 這艘要幫你告 這條船給你告 報告 報告長官 我是銀行行員 我顧船 我不懂啊 看著不要讓他跑掉 不要讓他偷開走喔 那時候真的是變這樣 很慘啊 所以 所以 其實不論貨櫃也好 散裝也好 其實 過去 這樣的一個背景 導致船的供給 是跟不上 所以 現階段 包括貨櫃大家在做新船 你會發現散裝比較沒有聽到 為什麼 因為2008年那 2007年那一次 大量訂船的是散裝航域 經歷過那一波以後大家現在 撅起來 怕到 不太敢 不太敢 當然那時候交付的一些船 目前為止 其實可能 大家 加減可以用 可是貨櫃的部分船就不行 所以我覺得 只要這個 船的供給的部分 沒有真正的改善之前 然後景氣又是真的向上的話 照道理本來在前面應該要先漲的 我覺得即便是 後面才輪到他 還是會很旺 所以 散裝航運業的大佬 不是說我們這些研究員或者是 這個分析師 而是他們自己產業 說的 就是說 這個景氣應該會熱到 這個熱個五年 熱五年 其中我在 所以我舉一個 會不會熱那麼久我也不知道 因為產業大佬講的 這裡面有個很有趣的關鍵 特別圈了這個台航 為什麼 對啊為什麼特別是台航 剛才 剛才阿格利講的大理很大 對不對 處理 因為他就變成好像也是 淚海運 對不對 那台航本身就是散裝航運的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會 未來散裝航運如果繼續動 他也會受惠 對 但是他又跨貨櫃 他跨的貨櫃是 他真的腳就踩在貨櫃上面 踩是不是 就跨 不是他 真的有在貨櫃是 他真的就跨了 為什麼 他說要處分陽明1.32萬張 對 一萬三千多 三千兩百多張 然後目前已經賣掉 三千兩百多張 皮獸 還在賣 近賺5億 賺5億 那1億已經說 已經公告要賣了 還在賣就對了 還在處理就對了 估計進來是不是大概15億 這些 那這樣就20億了嘛 那這個呢他會轉成股東權益嘛 他不是轉EPS 轉股東權益 那之後股東權益怎麼還給股東 很簡單嘛 你要減資還是要 做特殊股力的發放 都可以嘛對不對 現在買來 等一年來分 20億 這是一個思維嘛 第二個思維是 他即便處分完他手上還有2.8萬張 還有2.8萬張 還有2.8萬張啦 好多喔 像這是航海之王 會老爸 就是你去看陽明的股東這樣排下來 其他的我覺得都不太可能處分 因為前面都是國營 就是 政府單位啦 或是 轉投資的 當初策略型投資 對 所以為什麼 所以我說如果照這樣來看 陽明啊 這幾天 股價有表現不錯嘛 對不對 陽明應該算二哥嘛 二哥 大哥出獄以後 二哥也出獄了 對 大家就會團聚在一起 再繼續打拼嘛對不對 所以 那 真正背後的 那個 社團的元老 在 台航 欸 所以我說如果是這樣我對我來講很簡單啊 我追貨櫃幹嘛 這個台航多少錢 台航在 70幾塊啦 因為要看收盤因為我這個資料是 禮拜五收盤的資料 那第一個他持有大量陽明的股票 已經賣了 已經賣3000多張還有1萬張要賣 那手上還有2.8萬張還是大股東 所以他的 持股的那個潛在報酬還是很驚人 然後以實現的獲利又很驚人 那 又跨到 這個散裝 就負荷型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做的話我可能會以這樣的一個方式來操作 所以在航運上現在大家真的要有很多的想法 不只是說單純看報價而已 像剛剛教授也跟大家分享到 台航 賣了這個 申報13000張 賣了3000張左右就進賬5億了 所以他手上 還有帶賣的1萬張加上原本 手上還另外一手還有2萬8千多張 這個潛在報酬超過50億台幣 非常的驚人就提供給大家 做一個思考 好那接下來請教明章 這個散裝方面的族群如果在操作上我們該怎麼看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產業面教授也跟大家講過是無語的 不過在操作面那畢竟跟產業是一回事 所以操作上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好 我覺得 航運股如果真的是一個 長線的投資朋友們 你就不要管短線的震盪 真的 大點就買吧 船票不夠就補吧 嫌那個貨櫃太貴就買散裝吧 真的因為我們過去兩個月都是這麼做的 還蠻好賺的 那重點來了有幾個觀察指標 是一個很重要的價格 所以如果你這個價格沒有問題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這股票問題 我舉兩難股票當例子 這個散裝行啊 之前教授提到的惠陽 在這一波上漲 他6月份漲了六成多 他上漲的過程當中 6月23號 這一天很有意思 6月23號那天 幾乎所有的 航運股 從貨櫃到散裝 都跌停 6月23號那天是星期三 上上個星期三 就大股東升浪那天 對就全部都跌停 從萬海揚明長榮 新興育明慧陽 全部都跌停 無一例外 差別在於 有沒有鎖到底而已 有些像這個就是鎖到底的 你看嘛這一根 綠色的黑黑 是鎖到底 好所以我把那一天 跌停版的價格 抓出來 是 89塊9 這個價錢 沒有破 沒有正式跌破錢 盤中跌破不算 他來撤一下 撈起 你不能怕 沒有真的跌破之前 這個不會做頭 因為你其實 跌停版有人買走 還噴出去的 你看跌停去買 是誰 所以這裡是一個關鍵的價位 對啊你就把它當作一個 最後防守嘛 對不對 這個價錢沒有問題之前 就抱著唄 搞不好能賺更多 其實這一波航運股 絕大部分人是抱不住 不是沒賺錢 是 一個人來 震一下我的船 竟然沒賺到 對 竟然到 結果發現 不賣賺更多 這件事很有意思 我記得那天 跌停版那天我講的是什麼 那天 我在節目上講一件事 623要跌停嘛 大股東 減持嘛 哇市場為資 怎麼都跌停 我說大股東啊 不是現在才賣的 去年12月 對不對 那個港育局不就賣了 那時候他賣多少錢 賣陽明賣多少 還常忘記 賣陽明30塊 30塊上一下 他算是不到嘛 就回頭看 真的是 這個自己自己不好講 而且他賣了9萬張 對 賣9萬張 投資朋友你自己回頭想 如果你是港股局 你現在回頭想 是豬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對你回頭想 我幹嘛賣 賣30塊現在 快220 對 還有9萬張 對 那我賣幹嘛 其實就是我們一直在講 我說 大股東為什麼漲多會想賣 因為我們都一直覺得 航運股就是 你陽明就是 他用2030塊那種感覺 他才覺得30塊的陽明是高點 可是殊不知 這個世界變了 現在搞不好市場都在喊 姚明搞不好300 我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來的時候你也不要害怕 因為搞不好真的會來 再來看另外一檔 也是散裝航 這檔是很低價很低價的散裝航運股 也是這一波很標的 他6月份漲了一倍 100% 他叫星星 同樣的標準 6月23號跌頂那一天 的最低點是36塊整 那裡蠻遠的 所以這個基本上也不太會破 但這股票你回頭想想 這種股票漲上去一段之後 跌停 鎖住打開 吉拉隔天再噴漲停 這種走法是非常恐怖的 這不是一般傳商不會幹的事 以前只有電子不會幹這種事 你看跌停的股票盤中鎖住 在6月23號當天 直接尾盤拉起來 隔天 漲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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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噴三根漲停 這不就是妖股嗎 而且敏章有教我們看那個成交量 那個感覺就是換手 換手啊 打跌停之後 你們都出去了 我全收 整個盆搬走了 全部都包起來 這比包才還很 你看跌停板打開全部收走了 所以那個價錢沒有破之前 我說真的啦 這個股票根本不會下來 所以整個航運股 我覺得大家思維要稍微 改一下 真的不要把他當航運看 我們上次不是講過 你把他當電子股看 你把他當妖股看 星星店 匯陽店 你把他當標股看 你絕對不會覺得這個很奇怪 就像我們去年在聊說 哇為什麼有些電子股 對不對 連發哥可以1000塊 為什麼不可以 那航運股以這個走勢 哪天你看到 對不對 什麼 陽明又兩三百塊的 什麼 長榮300塊 甚至跟萬海他400塊 搞不好會來 大家不要覺得奇怪 所以這個多頭很精彩 有機會補船票的機會 大家不要錯過 所以米商在這裡幫大家 打一個強心針 其實我們也不是單純從 技術面上來看待 這些事情而已 剛剛講到 不管是貨櫃行 還是散裝行 其實在 報價 是往上了 那在供給方面 新船只要沒有大量的 投入之下 相信今年下半年 產業面 還是無語的 但是 產業面歸產業面 你在產業面無語的情況下 在投資上就是要找買點 找買點 有一些關鍵的防守的位置 明早也提供給大家 如果有跌到那裡 然後呢 有一個反轉的話 大家應該就知道該怎麼 我們要做 我們剛講了這麼多跟 景氣循環相關的產業之後 大家 接下來想聽什麼 想必 跟車用是有關係的 車用的復甦在 這幾個禮拜以後 跟大家陸陸續續的提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持續的追蹤 不過阿格力這邊要跟大家提到的是另外一個話題 也就是 即將要上市的iPhone 13 iPhone這個概念 其實已經消失了一陣子 但是每年到這個時候 大家還是要關注一下 好不好 那大家現在就在想說 iPhone 13是不是電子股 復活的一個領頭羊 那根據這個IT支架的報導 供應鏈的消息指出了 iPhone 13的部分手機零件已經到貨 上市日期會比去年還要早 因為去年收到疫情的關係 阿格力最近也有在看一些iPhone概念股 看到5月的營收 其實已經開始創高 代表說 這貨確實 已經開始出了 不過 我們 在最近也有跟大家聊到 像上禮拜 這個電子類股成交比重 一度到窒息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雖然禮拜一 電子加半導體合計有超過六成 但 大家很怕這是一日行情 所以 接下來在iPhone這個題材 概念上 有沒有機會 會帶給電子股一個復活的力道呢 我們先請教授來幫我們解析 基本上我覺得今年下半年iPhone手機的一個銷售 大家是蠻 樂觀的看待 為什麼 因為 實際上目前iPhone手機 潛在的換機量應該是3 3.5億支 蠻多的 3.5億支 但是 去年 也沒有 去年整體銷售也沒有超過2億支 前年也沒有 就是說這幾年iPhone的 手機都沒有衝破 2億支 感覺大家都還在等 還在等 那這一 因為 你如果iPhone12大家的評價是不錯的 那我相信iPhone13真正換機的人會被衝出來 而且 看今年整個5G建設的速度是有加快 所以 今年應該有機會超過2億支 可能沒有辦法3.5億支全部都換 但是 超過2億支這個 目前的數據看起來是樂觀的 所以最近呢我們看到iPhone相關概念股 整體來看 其實幾個大有可為的股票像保護元件的鋸頂 或者是這個 像這個PCB的相關的針頂 上面銅波基板的台光電 或是訊星KY 台郡等等 實際上很明顯的 我特別圈起來的意思是說 這些的營收就像剛才阿格莉講 近期已經開始大幅度 成長相較去年 如果我們跟去年5月比去年5月其實算是疫情過後 對 而且台灣說實在也沒有很嚴重 但是歐美比較麻煩是因為那時候很多蘋果專賣店其實是 沒有營業的 關閉 他只能透過線上 所以今年營收有沒有比去年那個時期大幅成長是一個關鍵 那確實有 那為什麼本益比低 因為 實際上整體的獲利是不錯 就是說 不要說下半年的拉貨潮 其實今年整體來看 第一季或去年 其實第3第4季 其實 其實獲利是不錯所以本益比也是偏低的 那因為 如果說他有獲利本益比又偏低 對 未來的 整個成長動能是存在的話 實際上我認為 資金開始往這個地方轉移的 力道 其實是會強 那只是說 電子股的股票本來就多啊 那他不像航運就那些啊 就因為就那些人所以 所以只要有人紅了隨便就一個小村莊有人紅了全莊都認識就這個概念嘛 那你在 你在一個大都市 你紅了 你可能就隔壁的人知道你昨天有上電視 可能會變這樣 所以電子股就是這個思維 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電子股買氣沒有很旺嗎 什麼 其實這些股票 最近的表現都很強 你看 像我 上個禮拜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 5% 7% 他說老師他那個航運一天10% 對我跟妳道歉 卻就是實際上 沒有強到像航運這樣是因為 我覺得資金 流到電子以後還是被打散 他畢竟沒有辦法說我全部 集中活力在某些 支流比較多啦 對主要是這樣但是我覺得 iPhone的概念股 其實下半年是可以期待 所以 下半年呢如果你是對電子復活有興趣的朋友還是可以關注一下iPhone 不過接下來就要請教敏章 有沒有一下不同的看法對iPhone概念股 iPhone 其實我一直以來我就覺得iPhone是一個有點貴的玩具 玩具 手機其實 各個廠牌都做得很不錯 那當然因為我不是果粉雖然我很喜歡蘋果的產品 但我都是買iPad Pro 那 iPhone其實你去看他的從他的售價跟規格來講 或者是每年的提升的幅度 哇鏡頭提升了多少啦 其實iPhone每年最有感提升的都是晶片 其他的功能其實就是人機界面很棒 因為本身的蘋果系統你喜歡他就非常喜歡 但是有些人就說蘋果就是比較簡單啊優化啦對不對 其實這個也限制啊那個也要錢啊 那回頭想想 iPhone的這個議題講了這世界20年來 到這幾年其實iPhone的概念在薄弱 一直在弱化 所以你與其說我們來聊iPhone 13能夠賣多好 有什麼概念股 倒不如把所有他相關的電子股拉出來 有沒有 iPhone 13我也有 伺服器我也有 大行我都有的 對啊 複合題材 複合題材啊 光憑iPhone 13很難支撐股價漲很多啦 但是我如果這個我也有那個我也有對不對 又是必備的一定要用到的 那他當然有機會啊 剛剛不是聊到 買電子股做啥 買個航運股都漲了 對啊電子股漲股炮很爽啊 隔壁那個漲金板就 對不對 我也常這麼覺得啊 過去一個月我一直心裡有這種感覺 買一個航運股一個月可以漲一倍 買個電子股才賺兩成 難賺的要命 不是他不好 而是世道路 而是還有更好的 對 他沒有不好電子股很好啊 來聊這個很有趣的 在電子股面的奇葩之一 景碩 3189景碩 這個相信所有 有在看我們節目的朋友應該非常熟悉 明章幫我們介紹很多ABF 電星星景碩 永遠都是他們三個 好啦 因為那個3037星星產能被包好幾年嘛 對不對 那我們也不可能跟他下單了嘛 他就沒有了嘛 所以呢 產能只好轉向 啊不然電嘛 啊不然景碩嘛 所以很好玩喔 景碩最近一直在拉漲停 就是因為這個 那你說 iPhone 13 他當然有沾到啊 只是不是很全面嘛 他也不是很正統的 iPhone 13的概念股 但好就好在 他通通有 通吃 只要你需要高階晶片 你就一定要 AVF宅辦 那個南電的產能已經很有限了 新興呢 已經被包養了 那你能選什麼 台灣也只有三檔 你沒得選了 叫3189景碩 所以我說下半年如果你看電子股 整個ABF股到明年到後年都沒有 這個多頭沒有變 基本上不會變 這狀況下 說真的喔 這樣的標的 其實有機會啦 在短線上可以媲美一下 航運股那種走法 這真的很猛 就突然一下子漲停了 因為整個台北股市電子股很少 是真的一路創高的 但南電 新興景碩 尤其這一波的新興跟景碩 是一直在創新高 一直不小心就拉漲停的 這種漲幅在電子股面 最近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大家都愛航運嘛 可是這沒辦法 股票市場就很現實啊 去年你沒電子股 你沒感覺 你沒有參與感 你就覺得股票都沒有漲 今年你沒買航運股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覺得投資 好像 了無生趣 賺不夠 把人都漲停 對不對 這個其實股票市場就很現實 那個生貴我大病啊 有一個群聚現象 真的 雖然我們不要群聚 但是股票市場有群聚現象 這很明顯 所以ABF其實只有三檔 大家不難選 這三檔都強 你就個輪流去看一下 這個族群搞不好還會紅到明後年 所以台北股市如果你真的喜歡電子股 你不想單壓 一個題材 你喜歡通通我都有的 參考一下 像這樣的股票 那ABF採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股價其實已經率先大盤 早就 在表態了啦 6月初就表態 那電子股這麼弱的情況下 ABF還這麼強 其實這跟產業面就很有原因 因為剛 明章講嘛 明章講嘛就只有那三家 那被包養的被包養 沒產能 所以剩下的 為什麼股價 漲那麼兇 其實就是跟產業 也很有關係啊 那我想 明章雖然我們叫他邀股大師 其實 這也是建立在產業 邏輯正確 我們才去談論他好不好 是 好那接下來繼續請教教授 我們剛剛談到這個iPhone13這個電子的概念股 很多人其實是電子股的粉絲 畢竟在台股 玩了十幾年都在玩電子股的情況下 現在展望第3G有哪些電子類股是我們值得去留意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要 知道我們到底要不要做電子股 我們應該先去想一下就是說 其實市場如果我是大資金 我是大主流 沒有錯啦 我也會 我們還是會 分配一些在行業股 因為他畢竟是熱 夠熱 但是就一個資金操盤人的角色來看 我了不起航運產業 最多最多 我不可 我一個大資金的一個部位操盤 我全部壓航運 好可憐 好可憐 大船入港 哪一天如果 翻轉的時候 怎麼辦 你還跑不了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有一個分配的一個 階段 比如說20% 我覺得 以我過去 以我以前在法人的認知啦 一個產業裡面 20%這已經是上限 甚至可能要求說你只能放到10% 熱歸熱 你還是要有風險 規劃的一個意思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如果在操作上 我們要好勁好出量又夠 我也不用一次買太多 其實高價股還是會是 市場關心的重點 那如果我要不要買電子 因為現在 現在高價股大概都是電子嘛 你看像 西利KY啊 包括這個 信華啦 普瑞啊 翔碩等等 當然雅德克算是傳產的 對不對 你看連發科 環球晶 其實都是跟 電子有關 所以呢 基本上我覺得可以做第一個觀察 就是說 電子股 因為 現階段的高價股 本益比都很高 除了大力光之外 大部分本益比都蠻高的 而且 其實獲利的成長力道都夠強 那 為什麼他們價格會這麼高 一定是 這個 人家說 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那 厲害之人 一定有他厲害的地方 對不對 股價會這麼高 一定有他 值得我們注意的 所以如果 高價股能夠維持 高本益比不墜 這很重要觀察指標 你可以不買但是你要關注 我不是叫大家一定要去買高價股 因為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有的人喜歡高價股 不一定喜歡 你看像以前就有個傳奇 說 一個果農到台北來買 買股票 他覺得 最貴的水果就是 最好吃的 所以他買股票就 哪一檔最貴 對不對 這個邏輯有的人是不接受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股市是這樣 如果他沒有那麼好 為什麼價格可以 被推到這麼高 這個我覺得還是值得我們去 去認知這個概念 那所以我覺得高價股就是一個追蹤 只要這個高本益比的高價股 股價沒有轉弱 我覺得電子股還是值得注意 這是很重要一個風向 對 那當然因為我 除了iPhone以外 剛才講的iPhone也是電子股 除了iPhone以外 我覺得今年兩個主軸 在市場上 在電子產業裡面 兩大主軸 他 居家 什麼 上班這個已經不是了 防疫概念已經不是了 因為大家 就要解封了嘛 叫我在家裡待一年多 對不對 多悶啊 然後 這個小朋友在家上課用的 爸爸幫他買的電腦都是跑不太動的 因為比較便宜嘛 對不對 歐得要死 對不對 乾脆去學校 跟同學 對不對 然後你說 能夠回去公司上班也好 好很多嘛 那所以 解封以後 其實車用的市場一定會大幅度成長 那現階段這個階段 你說我一定要買電動車嗎 不是我跟各位講 傳統車廠為什麼突然在今年 大力在 要往這個 電動車猛攻 其實傳統車廠也往 這個 汽車產業 往電動車這個領域開始發展 那當然問題是 如果說 像我像我算比較傳統的 你叫我買電動車其實我還是會 prefer 傳統車廠的電動車 那當然最好還是能買傳統車 燃油車比較習慣還是先買 所以在這個熱潮之下我發現車用 市場突然之間大幅度的成長 不管是燃油還是電動車 對對對 都一起白花齊放 那如果 那像剛才敏章講一個觀念我覺得很好 如果一個東西 是多功能的 那不是他都占到便宜嗎 對啊 那車用電子也是啊 他為什麼只能賣給那個 電動車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燃油車上來了 實際上我跟各位講 台灣的所有電動車相關概念股 電動車占它營收比重了不起10% 我跟各位講了不起10% 即便特斯拉概念股 你說百分之百的 很少 那所以 為什麼很多 特斯拉大漲很多台灣的車電股上不來 可是明明 你按特斯拉概念股 他們都有啊 原因很簡單 90%是傳統奶油車的 這傳統奶油車掛到 不行了嘛 所以你那10% 成長一倍好了 貢獻有限 反不計及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喔 我剛才講 燃油車上來了喔 所以這些開始 砰砰砰砰 活蹦亂跳 但是問題是 車店內的 如果我們去看本益比 會騷高 為什麼 他跟剛才的 蘋果概念股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蘋果概念股的相關的 獲利 其實去年就已經展現了啦 所以去年有獲利的情況下 你本益比當然 的計算就會偏低嘛 可是因為車店去年還蠻慘的 就燃油車其實去年的銷售真的很辛苦 所以為什麼今年買車你會訂不到晶片 因為去年 連那個客服電話搞不好都空耗 我跟你講 每天每天上班不用上班 誇張一點 所以 我覺得本益比的部分就比較不是我們在意的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為什麼你一下要說低本益比 一下就說不用在意的 就看產業說出的階段 當時產業的狀況 這個我還是要解釋一下 不要大家覺得說 你要怎麼改成都可以 不是這個意思 那重點我覺得說 車店因為他畢竟從 衰退過後 那不然你現在去看觀光類股 哪一個不是高本益比對不對 都是這樣 因為很慘嘛 看產業階段 所以 成長 奇怪有沒有人在質疑我幹嘛那麼生氣 因為我是想說 打預防針 對對對打預防針對不對因為我怕後面有人會留言嘛 我們先反應 所以你看成長性很強 我覺得重點是你有沒有 這些成長性很強啊 你看 像這個 通城萬里 對不對 萬里萬里 這個名字取得多好 然後呢像你看金豪科台辦 台辦最近好像也蠻多人在講的 然後 起雞 對不對 起雞皮疙瘩 你看 然後 胡臉你看這個名字說 這個打麻將多好 胡了 胡了 還一直連裝 然後強貌 然後紅製 其實營收的成長力道都很強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車電的話 其實這些都會是我想要 去觀察的這個焦點 對所以教授也提出一個很重要思考方向 車用電子不要 就私為只有電動車 只要是車用電子在今年都會相當不錯 因為燃油車跟電動車 兩個都賣很好的情況下 台灣的車廠 才有 很好獲利的一個機會 那展望下半年呢 我們也一直跟大家提醒一個概念 你也不要手上只有航運鋼鐵原物料 還是要一些電子 不然 遇到一反轉 你可能兩頭空都空雙八這樣的情形 所以接下來請教敏章 在 要展望下半年的 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都有配置 電子股 我們可以 優先關注哪些族群呢 其實整個下半年 我覺得 其實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在聊就是車用最明顯 沒錯 車用最明顯 而且 它不單單只是說 你看到營收 其實它真的有反映在股價上 這是因為投資朋友常常會講說 我營收很好啦 獲利很棒 我們都不去 其實我覺得 稍微 反轉一下那個觀念 你先去看這個股價到底有沒有要發動的趨勢 你再去看一下這個營收 到底是不是你可以接受 這樣比較快 因為當然有說 我去看營收很好啦 我買在那邊 一個月都沒有漲 其實有浪費時間 你先看那些股價 為什麼這個線型 這股票怎麼有人在動 其實有道理 這股票就把他key進去 多做留意 就是大家的 他萬一坑下來 買 就對了 為什麼我這樣跟大家講 上次跟他聊到這件事 車用導線叫 順德 是那個產業的零頭羊 他其實走過三隻 順德 借鈴跟 一拳 一拳蠻做LED導線的 順德這波真的強 而且他強得有道理 上來上次跟他聊 回檔可以早買點 又創新靠 又漲停板 憑什麼 憑這件事 我們看這個東西就好 平常就沒有跟他聊這種營收的部分 我們看一件事會覺得很有趣 第一季營收 看兩個紅圈圈就好 去年第一季跟今年第一季差多少 不是只有獲利能力而有 去年第一季 0.27元 今年賺1.02元 第一季 很厲害對不對 營益率 毛利率 是這種噴的 他是雙綠雙深 而且是噴出的 這種股票 非常 在今年的電子股 其實算少見的 因為大部分的電子股要嘛 去年機器高了 要嘛 唯獨就這個車用族群 這一波 你看 他漲就非常有明顯 哇 盲利率 怎麼3%多變成10% 就很誇張 也是同一個季度 我們在同一個季度 相同的時間 對比之下 這種成長性大家要注意 他搞不好不是 只有那一季 他搞不好是下半年車用忘記歐美復蘇之後 這個現象會更明顯 對 那他漲的 你再看剛剛的K線 所以股價漲的 言之有理 對不對 不是那種 劃山劃水劃湖南型的 是真的有基本面 所以這種股票 當車用有這樣的股票出現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不是只有一支股票 他是整個股票 整串 所有的車用族群 都有這種現象 所以說 當你說 我覺得航運股很棒棒的時候 其實電子股也有很好的 他真的沒有不好 只是因為航運股太容易漲停 你覺得 像 大家都在講航運股 我買電子股怪怪怪的 其實電子股有些像這個這個族群就很明顯的好 另外還有一檔 也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上次跟大家聊到 結果是覺得這股票默默的在創高 3552的同志 去年同志是個 車用族群的超級大標股 但去年的同志真的 沒什麼賺 坦白講 真的沒什麼賺 但我發現其實今年以來 同志的營收業績各方面 他開始 走那種正派路線 去年是邀股路線 今年是正派路線 今天有業績 有業績 去年 我為什麼這樣講 我拿這個給你看就知道了 這個 去年股價最高漲到快400 結果你看去年 第一季賠錢的 去年整年都沒什麼賺錢 不錯喔 去年第一季賠 1塊多的同志 今年第一季竟然賺2塊 而且他營益率已經飆到10% 9.99了 所以你回頭想想 這個股價雖然貴 可是他開始 有業績攪出來 讓人家看得到 他其實不是只有 說那個籌碼優勢啦 股價標得很兇啦 腰股沒有 真的有東西 那隨著整個車用市場 雖然同志這個高價股 不見得大家都喜歡 而且還有 去年 腰股的背景 可是你回頭想 我們一直在這個 阿格列節目上聊很多次 你看車用 這幾支股票 常常都有 驚人之作 而且聊著聊著 每個禮拜錄一次 怎麼又創高了 怎麼又創高了 所以你會覺得 觀眾朋友每集都有看的話 你會覺得很好玩 你怎麼講永遠都那幾支 怎麼一直創高 一直創高 一直創高 當大家的目光焦點在傳產原物料的時候 這種電子股一直在創新高 那不是百年跟你講的 下半年他一定是多投 有一個很重要的主角 不是電子股很孤單 是因為電子股真的太多股票了 你買買完啦 所以 哪一個族群很明確的 跳出來的時候 你稍微就多給他 一點關來 可以focus一下 尤其喜歡電子股的朋友 好那節目的最後我們也要跟大家分享到原物料相關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航運嘛 不管是貨怪還是散裝最後聊到一些iPhone概念股 車用概念股之後 不免俗了還是要照顧我們廣大的觀眾朋友 那就跟大家提一提塑化 好那為什麼要提塑化呢 因為 塑化的這個價格 目前看起來雖然報價沒有往下 但是呢 上個禮拜五出現的類股指數出現一根 壁雷針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 很多朋友如果手上 塑化類股在現在多空的交戰該怎麼看 我們請堯股大聲名張幫我們做最後的解答 好 那我覺得塑化股 要聊一件事 因為之前 我們在節目上 提過 去年提過一段股票 其實塑化股有段股票蠻會飆的 叫台大化 台大化 其實進本很好 它不是不會漲 它是進本很好 但 大部分的塑化股 不是那麼容易漲停的 但是 二線的塑化股就還蠻厲害的 那去年的台大化其實蠻飽悍的 今年也是 但是我發現它有個小 今年跟上次也很不一樣 它其實是直接跳空漲停 就是你前面這一段有買的有買台大化的 前兩天那個跳空漲停是直接賺到錢的 隔天又跳空漲停喔 可是就在這一天 跳空漲停之後呢 爆量 直接殺回平盤 再殺到盤下 這個現象就非常符合我自己跟大家講過的 它有爆量長黑的現象 那你是說 整個塑化股雖然在傳產原物料裡面 它依舊是個表現很不錯的公司 的族群 包括它營收各方面的條件其實都不錯 但它在股價 這個表現上 很可惜 它籌碼鬆動的現象 其實它漲沒有很多 這一段上它其實沒有漲很多 可是它才漲兩根漲停就已經直接爆量 而且是長黑 所以你接下來你看嘛 它如果接下來再漲不動的話 它就變成陷入一個比較長線的橫向整理 那不是說這個產業不好 而是 現在才想要進場的朋友 你的那個時間會拉得比較長 就是說我要下一次我要突破這個高點的時候 我要克服這個 非常大量的長黑 那我要有足夠的動能把它吃掉 這一定要時間 不是說未來不會漲 而是說 我如果要花這麼多時間去等這一支股票的話 那你有賺的朋友 或者說 我現在這個價格 可能我沒什麼賺賠的朋友 這個資金其實可以收回來 因為台北股市這個多頭很明顯 市場上有非常多的好標的 不管在船產 不管在航運 不管在電子上 有非常多的好標的 你可以挪過去 不用去苦苦等這樣的主權 因為舒嬅 我就覺得他真的可惜 因為他整個船產股 航運先漲 鋼鐵再來 然後什麼紡織啦 波濤啦 全部都去啦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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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舒嬅終於漲在上個禮拜 就兩天 就沒了 就兩天而已 放個煙火而已 我說好吧算了 以我自己啦 有賺就好 我就先走了 我都幾次這樣子 所以 投資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資金 畢竟有限 那真的 短線可能 因為籌碼有點混亂 可能拖比較久時間的股票 稍微把資金收回來 看有沒有更快的 馬上有機會的 或者說 更長線看好的 你基本面更認同的 你可以把它轉過去 給大家參考 那至於哪些股票是這個 基本面 產業面 以及技術面都 堅峻的 那當然就是 投資者給我們的內容 其實常常都會跟大家提到啦 那從過去的 驗證起來來看 產業面在結合 名帳的這個技術籌碼之後 這個效果當然是 相當的不錯 所以如果你喜歡 阿格力的投資者給力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Facebook YouTube 持續的讓我們幫你追蹤 哪些股票是值得 你 目前該關注的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得不至於 在找人呢 你的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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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